哈喽大家好 本期的一个客厅分享书视频呢 将拍摄的就是镜头前的这一款Vintage绘本 那之所以说它是一款Vintage的古董绘本呢 是因为它发行于距今74年之前 但是它的一个封面状况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翻开绘本的内液呢 就可以看到它一个发行年份是1949年了 这款绘本的内液状态呢 我之前有简单的检查过 都还蛮新的 旁边呢是这样的一幅又一幅 简单的法式的插画 以及简短的故事文本 因为它是一个法语版的绘本 所以故事文本呢 可能需要百度翻译一下了 它除了每一页 由这样的平面的插画组成呢 它的内液与内液之间呢 也会存在一些这样的立体场景 翻到这一页的话呢 就不难发现 它们呢是一群小朋友 来到了一个游乐园的故事 然后呢 它们在游乐园里边 聚在一起堆沙堡 荡鞦韆 坐在树荫下 买零食 棉花糖 爆米花 出海 然后也有过山车 以及这样的一个 体育类的项目 当它们玩累了之后呢 就要来到了家人的身边 一起共进午餐 然后玩着传统的滚铁球 泡在游泳池里边玩翻船 买气球和小鸟玩具 这里的风车呢 也是可以旋转的 这里似乎是一个水上项目 左手边呢 左下角呢 是旋转木马 这一页显示的呢 是一个关于哈哈镜的插画 这边肯定是摩天轮了 那这边的摩天轮呢 还是那种木质的摩天轮 似乎是给孩子们称体重 这边是一个打靶的 娱乐项目 那翻到这一页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边有一点拖叶了 因为这种老式的环扣绘本呢 就很容易造成拖叶的状态 因为毕竟它也历经了74年 不大好保存 接着是男孩女孩们 一起玩钓鱼的游戏 以及溜冰的游戏 最后呢 是到了闭源的时间了 他们一家呢 就是尽兴而归 那今天的客历绘本 熟视频呢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咯